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国有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名叫淳于坤 他不只博学多才 口才也很好 被齐宣王任命为齐国的大夫 他常借由故事来劝告齐宣王 而不是讲一堆大道理来说服他 所以升得齐宣王的信任 有一次 齐宣王想攻打魏国 便调动军队 征收粮草补充兵源 使得国家财务发生困难 百姓变得穷困 甚至有些人民已经逃到其他国家去了 淳于坤感到十分忧虑 就去求见齐宣王 说了接下来的故事 有只天底下跑得最快的狗 遇上了一只全天下最不老实的兔子 狗追逐着兔子 绕着山跑了三圈 又翻越山顶来回追了五趟 最后兔子跑得筋疲力尽 黑狗在后面追得气喘如牛 双双泪倒在路上 一旁的农夫看见了 没花半点力气 就得到了两只猎物 齐宣王听出淳于坤话中有话 笑着问 先生想提醒我什么呢 淳于坤说 现在齐 魏 两国都坚持自己的立场 让双方军队很疲惫 两国人民也深受其害 秦 楚 登强国就像农夫一样 正在后面等着从中获得利益呢 齐宣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就下令停止攻打魏国 为了壮大七国 齐宣王想要招揽有学士 和品德的人来辅佐朝政 便请淳于坤为他推荐人才 淳于坤在一天之内 就推荐了七位有品德 有才能的人 齐宣王感到很惊讶 他怀疑的对淳于坤说 听说人才是很难得到的 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位闲士 会不会太多了呢 这些人真的都是闲士吗 淳于坤回答 您的话很有道理 但是同类的鸟总是聚居在一起 同类的野兽也会一块行走 淳于坤接着再说 如果到水泽洼地中去寻找柴湖 捷梗这一类药材 永远也找不到 但是改到梁富山 与鼠山去找 却可以一车一车地再回来 这是因为物以类聚的关系 同类的事物通常都会聚集在一起 淳于坤最后说到 我本来就生活在闲士群里 结识的都是有学士 有本领 品德高尚的人 要我推荐贤士 就好比在河里取水一样方便 我可以推荐的还不止这七位呢 齐宣王听了之后 佩服地点头微笑 古人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是指同类的人或事物 通常会聚集在一起 跟不同的人在一起 就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亲近有才德的人 能扩展眼界 改进自己的缺点 坏朋友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在不知不觉中 感染对方不好的习惯 小朋友 你们一定要注意哦 听完物以类聚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淳于坤博学多才 口才很好 被齐宣王任命为 启国的大夫 过程中 齐宣王对于淳于坤 一天就能推荐七名闲事 感到惊讶且怀疑 故事的结果 淳于坤用物以类聚的道理 让齐宣王信任他的推荐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物以类聚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 当当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淳于坤 会用什么方法 阻止齐宣王攻打卫国呢 你觉得自己拥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 你希望能吸引到什么特质的人 跟你当朋友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淳于小教室 又到了淳于小教室的时间了 今天的成语 物以类聚 是指同类的人或事物 常聚集在一起 它还有另一个意思 是形容坏人互相勾结 当物以类聚 是指同类的人或事物 常聚集在一起的意思时 是用来表达性质相近的东西 容易聚在一起 它的例句有 它们都喜欢研究天上的星星 所以物以类聚 成立了天文社 而当物以类聚 是形容坏人互相勾结时 主要是用来表达 互相勾结做坏事 它的例句有 它们是臭气相投 物以类聚 整天都凑在一起做坏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物以类聚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方以类聚 类聚群分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